《文素記》第23章 巴蘭對巴勒說 你在這裏給我足七座壇 為我預備七隻公牛、七隻公羊 巴勒照巴蘭的話行了 巴勒和巴蘭在每座壇上獻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巴勒對巴勒說 你站在你的繁祭旁邊 我且往前去 或者耶和華來迎見我 他指示我什麼 我必告訴你 於是巴蘭想一靜光的高處 神迎見巴蘭 巴蘭說 我預備了七座壇 在每座壇上獻了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耶和華將話傳給巴蘭 又說 你回到巴勒那裡 要如此如此說 他就回到巴勒那裡 見他和摩亞的史神都站在繁祭旁邊 巴蘭便提起詩歌說 巴勒引我出亞蘭 摩亞王引我出東山 說 來呀 為我奏作雅各 來呀 怒罵以色列 神沒有奏作的 我應能奏作 耶和華沒有怒罵的 我應能怒罵 我從高峰看他 從小山望他 這是獨居的民 不列在萬民中 誰能數點雅各的塵土 誰能計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我願如異人之死而死 我願如異人之忠而忠 巴勒對巴蘭說 你向我做的是什麼事 我領你來奏作我的仇敵 不料你竟為他們祝福 他回答說 耶和華傳給我的話 我能不謹慎傳說嗎 巴勒說 求你和我往別處去 在哪裡可以看見他們 你不能全看見 只能看見他們邊界上的人 在哪裡要為我奏作他們 於是領巴蘭到了所肥田 上了皮斯加山頂 捉了七座壇 每座壇上獻一隻公牛 一隻公羊 巴勒對巴勒說 你站在這繁祭旁邊 等我往哪邊去 迎見耶和華 耶和華臨到巴勒那裡 將話傳給他 又說 你回到巴勒那裡 要如此如此說 他就回到巴勒那裡 見他站在繁祭旁邊 摩押的史神也和他在一處 巴勒問他說 耶和華說了什麼話呢 巴勒就提詩歌說 巴勒你起來聽 西撥的兒子你聽我言 神非人必不至說謊 也非人子必不至後悔 他說話豈不照著行呢 他發言豈不要成就呢 我奉命祝福 神也曾賜福 此事我不能翻轉 他未見雅各中有罪孽 未見以色列中有奸惡 耶和華他的神和他同在 有歡呼黃的聲音在他們中間 神領他們出埃及 他們似乎有野牛之力 段沒有法術可以害雅各 也沒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現在必有人論及雅各 就是論及以色列說 神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者聞起來彷彿武師 挺身好象公司 未曾吃野食 未曾喝被傷者之血 決不肚餓 巴勒對巴蘭說 你一點不要奏助他們 也不要為他們祝福 巴蘭回答巴勒說 我豈不是告訴你說 凡耶和華所說的 我必須進行嗎? 巴勒對巴蘭說 來吧!我領你往別處去 或者神喜歡你在哪裏為我奏助他們 巴勒就領巴蘭到那下望曠野的皮爾山頂上 巴勒對巴勒說 你在這裏為我建築七座壇 又在這裏為我預備七隻公牛 七隻公羊 巴勒就照巴勒的話行 在每座壇上獻一隻公牛 一隻公羊 兩隻公羊 大魚 一隻公羊 另外幾隻公羊